今天告诉你们发动你的油泥我们该怎么清洗 先给你们看一下昨天的视频 厚厚的一层油泥 这个产不远堵 99块钱的一层保养 那这个油泥非常的厚 产不远堵 在发动你的油泥我们清洗干净了 那么关于清洗油泥的话很多种说法 那怎么样清洗最好呢 现在我们刚才清洗很干净了 我们对比一下昨天的视频 看昨天和现在被对比了 现在已经是金属的颜色 这里一点油泥都没有 像这种油泥那么严重的发动机 我们直接放清洗剂或者放柴油 清洗的话自行洗路 因为放进去清洗的时候 那个油泥可能就会流到油里壳 然后油泵抽油 可能堵住滤板导致这个发动机拉缸 那像这种的话我们怎么清洗呢 只能拆上下盖 也要把上面硬块的油泥调出来 把软块的洗到油里壳那里 然后再拆油里壳清洗油里壳下面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清洗到70%的油泥 像这台车我们拆上下盖 也要再放清洗去清洗 这种的话我们也只能清到70%的油泥 还有中间的油道还有里面一点点的话 我们是清洗不掉了 那以后的话我们在每次换机油的时候 我们换前河层机油 或者加一个清洗漆漆慢慢清洗 然后后续的油泥的话会慢慢的带出来